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美洲华尔街节目 那么前面四期呢我们讲了一个走进中概股一个专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上一周上两周我们介绍德海尔医疗呢 待会我们会讲到收拾呢出现了一个突破的一个涨势 再度创出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也非常值得投资朋友关注 那么首先呢来回到本周的这个股市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本周连续四个交易日 是自Thanksgiving Holiday以后 整个四个交易日呢是出现持续的走低的一个格局 那么欧洲日本亚太地区都是普遍的一个下跌 中国股市由于受到一定的政策的利好呢是独立的行情 但是总体呢市场上担心美联储 由于最近的像ADP的非 就是ADP的就私人就业数据 美国的失业率 失业金人数申请等等的数据呢都显示出美国的复苏呢是非常强劲 大家都很担心12月份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 这种可能会增大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行情呢 就如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图 虽然短期的格局我们出现了一个回调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上涨的格局还是 从中期来看上涨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那么如果说下个两个星期以后美联储 我个人觉得退出量化宽松可能不是很大 那么如果在三月份退出量化宽松市场已经预测到了 所以我觉得对市场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星期 如果市场出现继续回调的话 我相信美联储呢肯定会做出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一个 一个阶段的一个消息 那么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最近的新闻呢 也是说是bad news good news is bad new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那么强劲的话 大家反而担心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 同时本身我们连续八周的一个股市的上涨呢 也需要有一种获利回途呢 来做一个暂时的调整 所以市场上借助各种借口呢来退出场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觉得哈 美联储无论是野人还是伯南克 在这一期的伯南克将是在下两个星期以后呢 将正式卸任这个美联储主席 那么无论他们在这个怎么样做决定 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市场跌的够多的话 那么大家是可以去捡一把便宜货 来寻找一个过Christmas的一个gift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各位朋友怎么去买卖股票 还是要大家呢自己去把握 那么今天呢还要讲到 就是说在本周呢 我一直讲到这个苹果电脑 它本周呢有两大利好 一个利好呢就是关于它和中国移动呢 推出了四级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造成这个股价呢出现一个周四一个跳空高开 那么同时呢本周呢 UBS也提升了它的评级呢到从中性的到买入 而目标呢也是在六百七十到七百元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引的引发这个苹果的逐渐接近到五百七十 还记得在前期啊卡尔伊卡投资这个股票的时候呢 也就五百多块钱 我们不得不说卡尔伊卡在连续投资了Netflix Herber Life 以后呢苹果继续高揍凯歌 所以不得不说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投资朋友 普遍关注的一个偶像或者带头大哥式的人物 OK 那么总体来到我看到呢本周市场连续四天比较低迷 亮点并不是特别的多 那么今天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本周的中述呢来说就是总结一下 那么话题呢再度回到上周的这个我们前两期介绍德哈尔医疗 德哈尔医疗呢本周它宣布的将会参加 周三的时候宣布将会参加莫斯科的一个国际医疗大展 那么股价在周四呢突破了三块九毛五 我曾经在VIP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压力点以后呢 股价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冲高 最高呢接近四块七毛的一个点位 那么很多同学朋友说 哎我人有什么消息在你这个两个节目当中 使得这个股价出现 以前曾经我们看了这个节目哈 但是是什么消息使得这个股价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一个上升 我们看一下图二哈 图二的话显示这个股价呢在这个周四呢出现了一定的上升 我相信呢与这个股价的上升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breakout 技术上的breakout就是说 它在前期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波的行情是到三块九毛 第二波的行情到四块一毛 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波的行情四块一毛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成交量不是很大 所以股价呢出现了一个回落也是非常非常正常 因为第一波的时候量很大 第二波量不知很大和第一波比 那么必然会出现回调 那么回调了多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在三块半到四块左右盘整 而突破三块九毛无疑是一个大的一个盘整的行情的一个结束 那么冲进了一个突破的行情 那么我也在距今华尔街那节目当中呢 讲了什么叫盘整行情 牛市九盘壁长 如果看大家看周四 那么很多朋友说 怎么去看窝人的节目 或者怎么去收到窝人 我在电视机旁 我在这个视频 我怎么去看窝人的本周的 关于这个德海尔九盘壁长的一个预测 或者我介绍了一个骑形 一个巨形 一个三角形 三大的一个突破点 那么大家可以上ChineseFM.com 或者直接到YouTube去订阅我们的节目 讲完了这些呢 我们不得不说呢 这个对不起 刚才还要讲到第二点 就是德海尔医疗呢 他在这个呼吸睡眠器 如果大家看前面两个节目 他这个呼吸睡眠器的一个测试仪器呢 他必须进入这个中国的SFDA的一个准路症 那么这个准路症呢 未来的两个星期呢 无论是大家可以看他公司的公告 还是我们视频节目 即将在 即将被这个卫生区 卫生医疗务监督管理局SFDA 批准 或者说颁发这个证书 那么这个证书呢 需要进入一个程序 那么如果说 这个证书颁发的话 我相信对这个股价有非常大的帮助 大家想想看 一个5000万人口要使用的 可能要使用的这个产品 他被批准准路症的话 会对这个股价呢 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下面呢 我今天要谈的话题 就是咱们标题上讲的 去OTC市场上绝经 那么很多朋友说 这个OTC市场 无论你讲了这个健康类 无论是我们前两期讲到的 这个奥新资药 Biostar Pharmaceutical BSPM还是DHRM 他们都是和健康有关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股票 而我们讲的RMD呀 等等这些股票 由于就是国内的 国内的总体的生活水平准的一个提高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势 那么如何从OTC市场上 去发掘一些潜在的潜力股 那么今天呢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个客户 那么这两个客户呢 我今天提醒大家 是让大家了解这家公司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首先呢 我要介绍的是一个股票代号是GFOO George Frank Orange Orange的一家公司 那么他们呢这家公司呢是 是一个亚洲健康食品连锁企业的一个概念股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三 这是他在新加坡最近开出的第一家门店 那么这家公司做什么 他主要是做以煤这种产品 健康产品为主的 那么他有对人体有用的 这个煤的食品的健康的一个 就是一个产品 第二呢他是现在是专注于新加坡和斯里兰卡 以后有可能考虑在中国大中华地区 进行一个发展 那么最近刚刚获得了基金的2300万的 一个投资的一项书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说 这个公司好像很普遍 那么为什么基金愿意投2300万 我个人觉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GNC GNC是一个健康品的一个连锁企业 它在上市以后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一个上升 那么长话短说来我们看一个短片 可能更形象的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它的股票代号呢是GFOO 好谢谢 GFOO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公司 专注于人用和动物用媒产品的营销 GFOO成立于2010年 总部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 公司与台湾和美国的OEM厂商均签友生产合同 GFOO已经在亚洲铺开销售网络 2014年准备在新加坡开设10家零售店 现在已经在Sontag City Mall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在新加坡建立立体的分销网络 线上线下连锁店以及合作关系 公司将立足于亚洲并走向美国 为了更好的增加营收 GFOO于2013年8月和10月 获得两轮华尔街对冲基金2300万融资一项 可以充分的去实现公司商业扩张计划 提供融资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承诺 不会卖空或对冲起股票而造成股价下跌 好的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股票呢有那么大的亮点 我们在本周三的时候呢 开始提醒这些所有的投资朋友要注意 那么这个股价呢也从一毛八上涨到三毛五 收盘涨幅呢是达到了100% 那么我今天呢总结了四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呢是GFOO这家公司呢 最近宣布回购他公司自家的股票 这是一个亮点 因为如果说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 说明他的股价已经公司认为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 或者说已经被低估了 那么这个回购的行动呢将到明年二月截止 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公司的股价 会有不断的攀持续的攀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第二点呢 GFOO呢获得了2300万美金的对冲基金的投资印象 那么最近在两个S1当中呢 都显示这家公司呢即将获得这个 已经开始filingS1来做这个 就是准为这些基金的注入的资金做准备了 第三点呢这家公司呢 GFOO呢专注于煤类健康产品 已经获得台湾和斯利兰卡的卫生部的批准 第四点 GFOO准备用才动用过去 就是动用基金给了投资 投资呢去在新加坡再开酒家门店 这个投资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他可能非常成为就亚洲的Herbalife HLF或者New Skin 那么也有可能或成为一个亚洲地区 或者新加坡地区的一个GNC 那么股价相对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历史高位呢是五毛五 那么如果突破三毛六的话 会涨到五毛五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来我提醒大家 这些股票是OTC的Bottenball QB市场 那么有巨大的风险 希望大家投资呢 去谨慎 但是他的潜力呢也非常的大 好 谢谢